人生很奇怪 两个人不认识的人在一起 等到一定时间又分离了 小时候见过没他一面 但是很小的见过 那是没有什么印象的 因为他的父亲跟我父亲是朋友 那时候到了家去的时候 看见左边的双方的一个床子打开了 看那个女孩子拿个镜子在那里擦口红 就是这样的意见 你们说的是不是说是意见中间也可以说的 反正我心里印象很好 很多人都讲 婚姻是爱情的分母 其实我讲讲相反 婚姻是爱情的开始 一结婚的时候面对是财迷油烟 具体身份 很多考验的 十月份那个队长告诉我们 我们可以写信了 我写封信去 第一次飞进来了 飞进来车附了一张照片 这张全家的照片 他面带笑容 后面写了几个字 平如你看我们不是很好吗 你只要努力改造思想 我们将来一定还可以团聚的 那个时候他能够笑的 他能够笑的 知道吗 如果我就只有两个 我就找一个 也未必找到他这么一个领导 很多人都七十三了 在困难 最后见婚的时候 他就跟你发情 就不管你了 是不是啊 有啊 那是一定要 我现在在一起好的时候 根本就不知道 人家都人家都很想骂 他才想想 不知道珍惜的 这样东西啊 只有我们在睡觉了它之后 才知道真意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